我們當初算是IG認識的嗎? 對啊 就是我一開始是在一個很大型的活動上面見到她 那個女生也太可愛了吧 然後我就看到她當天的樣子 跳出在我的探戈音樂 然後我就... 主動聯繫她了 我好奇從你一開始看到你加她 到後來她真的回你多久 一年多嘛 一開始開頭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我不是奇怪的人 我是鼓起勇氣才這麼做 我是怎麼認識她 前啦啦隊女神果果2022年 與男模範江彥峰登記結婚 並生下女兒過獎 近日兩人在YouTube頻道分享相識過程 也進一步公開對話記錄 閃瞎大票網友 但是當天我有跟我好朋友一去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個女生也太可愛了 哎唷 就...我記得我很清楚這句話 然後... 我跟我那個朋友的菜是完全不一樣 她就是... 吃枝以鼻笑一下 然後就... 欸!結果吃枝以鼻是什麼意思 這段對話就這樣過 然後我就看到她當天的樣子 跳出在我的探戈音樂 然後我就看到 欸!這個女生不就是那天 我跟朋友說很可愛的那一個嗎 手機真的會竊題 然後我就... 主動聯繫她了 然後可能回覆她一些限動 可是她又沒有理我 反正就有一次剛好是她生日 因為我們都是獅子座 偶然發現 欸!你生日離我的生日很近 然後我就回覆她 祝她生日快樂 然後她就... 突然回我了 兩個才開始聯繫上 我好奇從你一開始看到 你加她 到後來她真的回你 多久 一年多吧 一年...我記得一年多 欸!那果果真的是很是你的菜耶 通常都不會等一年 她這中間還是有她自己 她的女朋友 這中間我還是有交女朋友 但是就是在沒有女朋友的狀況下的時候 我會訊息她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不間斷地 一直摔一摔一摔 這樣也太變態了吧 就是一開始只是覺得 欣賞這個女生 我是說前前後後大概有一年多 可是我一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是一直... 腦海中會想說 欸...那還有幾個我 這樣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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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成本不太符了 你看你要花一年多的時間 沒有啊 一直在... 這個人不理我 要換下一個 反正不學 因為我想要知道 你們中間一開始開頭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那就是你們兩個手機拿出來了 欸!那我們慢慢現在先 自己想一下第一句話是什麼 看有沒有中 好,準備 一、二、三 我不是奇怪的人 她就訊息我說 我不是怪人 我怕她覺得我是怪人 我是鼓起勇氣才這麼做的 真的嗎 對啊 你最幾個人說我不是怪人 沒有,真的沒有 不是 你既然都覺得她是怪人 為什麼你會繼續跟她聊下去 我生日我就在滑手機 可能在發我的東西 這樣 然後她剛好跳出來生日快樂 我就點開來謝謝她 剛好看到上面就覺得 欸,這個人原來這麼久 真的就有訊息過我了 然後打一些很好笑的話 就覺得... 你說我不是怪人很好笑嗎 對,因為她打很多 她很詳細說 欸我不是怪人 我只是在哪裡哪裡 看到你覺得你很可愛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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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2018年8月4號 生日快樂 一個蛋糕跟一個笑臉 果果在2018年8月6號 謝謝啊 一個圓臉戴墨鏡 然後比個Rock Peace 2018年8月6號 哇,我沒有想過你 你會回我耶 我們在哪裡哪裡哪裡 有見過 但沒有說話 回去後 偶然在IG上看到你 然後又覺得你很可愛 我要保護當勢耶 你還要連我 你們後來就都沒聯絡了 你們下一次聯絡的時候是 2019了 2019年5月23號的時候 你有主動密他耶 你說回他的限動喔 不是限動 是你密他 怎麼可能 來來來來 你也喜歡我 我知道了啦 然後他回了一個笑臉之後 然後他給我一個愛心 因為愛心還是要跑出通知嘛 我應該就只是回他說 你眼睛很痠 然後他就回他超可愛 然後果果呢 你就說一直看到你的廣告 男高音的部分 你有看過那廣告嗎 有沒有 你現在那廣告很有名耶 哪一個 哪一個 好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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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這個嗎 木瓜牛奶的廣告 他這個廣告真的很有名 因為他這個廣告不斷被續約 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然後就沒有聊天耶 你們下一次再對話 又一年了 沒有沒有沒有 是17號又過了六天的時間 一樣是果果發了一個限動 然後你給他一個一百分的一個樣子 然後你就回他 三個黃臉人戴墨鏡 一個Rock 一個I love you 這是I love you 這是I love you 這個是手語的I love you的意思 所以我一直在對他說I love you 這樣有聽說是不是 所以我其實有不自覺的都對你I love you 但我也沒有get到 所以好像 今天才get到 可是范江就沒回你囉 那個你的敷衍手勢我要回什麼 沒禮貌 六月二十八 果果也發了一個限動 他答了一個字 美 然後波浪 美 美 我來看看幾倍幾號 就漂亮耶 然後到了2019年的8月1號 又過了一個月囉 8月1號 準備玩生日喔 你發了一個限動 然後范江說 哇 你也獅子座啊 8月1號很好 果果你就說 對啊 我們家都獅子 然後范江說 看來爸媽有在刻意安排 獅子真的很棒 個性都超好的 你幾年次啊 開始尬聊了 對 他一圈弄了 你幾年次啊 去哪玩呢 你幾年次啊 狗狗就說 8月3號 爸媽好會生 對了 你玩狼人山嗎 轉太陽 還是得聊下去了吧 他晚一點會回說 我們等等要玩嗎 然後放一隻猴子的EMO 你想要幹嘛 後面這邊精彩了 誰啊 你回說 在哪裡 然後他就打地址 你們有約出來嗎 那天沒有 那一個沒有 那你問屁啊 好糟糕 人家地址都給你了 那我回 為什麼 你什麼東西都沒回到 就隔天了 8月4號晚一點 他又回你說 今晚想玩嗎 今晚想玩嗎 我跟你講他其實說明哥 我不知道揪我 只是因為人數 要到達一個 切一個禮物啊 或是預言家之類的 今晚想玩嗎 然後 你們就沒有 再回應了 你們下次再聊的時候 就是已經過了十幾天 范姜就命你說 用過的交友軟體 都愛回不回嗎 用過的交友軟體 什麼意思 因為他之前有一個廣告 我在心裡去開車的時候 網上看到那個電視牆 上面出現他的頭 好像是某個交友軟體的廣告 他就突然跳出來說 用過的交友軟體 都愛回不回嗎 我先跟各位講 大概在八九五月這段 已經進入了一個 限動互撩的過程 但是其實你說范姜互撩你 我覺得沒有 他在文字上很撩耶 他以前是這樣 結婚後都不是 偷抱怨 結婚後不太會傳訊息啊 都帶在一起了 都不會傳訊息啊 他上面寫了一個是 就是你說他好可愛嘛 然後他說 完全融化 超級可愛的 但可能輸你一點就是 他在訊息上 是不是別人幫你回 你以為就這樣嗎 沒有 然後你就說 獅子座的管遊 懂講話 然後他就說 嘿嘿 我除了誠實之外 沒有其他優點 他現在也給我一直講幹話 有喔 有到不行 有到不行 我現在看到十月底 你們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在一起 十一月 十一月底 我現在看到十一月三十號了 好差不多了 他發了一個線動 我發了一線動 然後范姜在底下回說 果果師傅睡醒了 我們已經開始進入問候 早安晚安之類的喔 原來如此 你們就進入了十二月六號 所以那時候應該已經在一起了吧 對 那時候應該已經到Line了啦 應該已經不了 所以是Line上有表白 沒有 他是那個表白 他是視訊的時候 我那時候旁邊有個娃娃 然後我們就視訊 然後他就問我說 所以我們現在是算在一起嗎 什麼的 我就說 什麼你在跟我講話嗎 還是在跟這個娃娃講話 然後我就說 他說好 所以我們現在好 所以我現在好 現在我們就是在一起 忘記這一段了 兩位怎麼樣今天 還蠻好笑的耶 被你唸一個更好笑的 一定要別人唸嗎 對 有很多以前 以前已經忘記了一些梗 對一些 好好笑